我记得这个发射器里面有两种剑 海洋剑和普通剑 拿上海洋剑来玩一下 因为我刚好有一把短弓可以来试试看 大哥 脑子有问题就别多想 明明叫海洋剑了 肯定要海洋弓才能用啊 好吧 那我把几只普通剑先拿来用吧 话说刚刚是谁说我脑子有问题的 哈哈 不好意思呀老板 嘴六说出了真相 哎呀干嘛打我 哈哈 不好意思呀老板 手六发出弓箭了 明大人不计小人过哈 你个坑货 害我没了个迷你币了 看来还是得赶紧去打boss 不然星星不够用啊 走吧走吧继续赶路了 哎 这刚一下水就碰到水母了 要不要打呢 可以啊 虽然不知道后面会不会用到水母核心 但是有就先收集咯 刚好我还剩几只普通的剑 直接下水用短弓怼他们就行 我又要为你的智商着急了 要是普通剑在水里游泳 干嘛还要海洋剑制东西啊 知道了知道了 已经用海神之力在怼他们了 跑了好远的路 一直没有找到空岛 现在来到了一片沙漠 大师兄在前面 已经遇到了沙员领主了 我要赶紧过来支援 尴尬呀 本来以为可以干掉这老铁 增加点星星 但是咱们目前没有远程武器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啊 银刚只会送命而已 有远程武器啊 我的短弓已经在怼他了 你是在逗我吗 你的短弓没有无限刺激属性 就凭你之前拿的那几支剑 要给沙虫挠羊羊吗 被你给说中了 确实弹药不足啊 而且还有沙尘暴 苏在下不奉陪了 先溜了 过来个去 空岛没找到 到时先把火山给找到了 现在咱们也没有拆掉召唤虚空老铁呀 就算能召唤 也没有实力可以跟他交手 没事没事 直接进去 把命运块都给收了就行 咱们后面很多武器装备 都还需要用到的呢 我现在来召唤出小飞鼠 直接飞到火山口去 你用花石龙的话 肯定没有快的 是吗 那就比一比咯 不行 花石龙果然不是走火山地形 我也跟你一样 用上小飞鼠吧 嘿嘿 这下打脸了吧 走吧走吧 赶紧进入火山口 我有随身带着瓶装水 先来把命运块周围的岩浆给浇灭了 再来开挖 干嘛多吃一举 直接开挖不就行了吗 你是在担心命运块会掉落到岩浆里吗 无所谓了 这里这么多命运块 掉个一两个也没啥损失的 况且以我老司机的技术 也不会随便让他们掉下去的 基本上可以全部都收集到 等你加完水 我都收拾干净了 好家伙 动作还真溜 一下子都被你给挖完了 这剩下周围四根石柱里面这些了 哈哈哈哈 这些我就看不上了 加起来也就十几个而已 都给你吧 小伙伴们知道 每根石柱里面有多少个命运块吗 最后一根 搞定了就可以走人了 大师兄 咱们好像只有传送舱 没有激活的核心 所以估计一离开 就很难再回到这个火山了 可以标记一下 或者重新找个新火山 也不难的 搞定了 我来放出自动拾取箱 整理一下东西 命运块都拿到了 准备离开啦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想法 咱们现在不是有海神的祝福吗 现在挖掘速度变快了 应该可以把这几个机台敲下来带走哦 到时候放在其他地方 只要有三大生物 也是可以召唤出虚空的 那还等啥 我用太鼎稿子来试试看它 好像真的可以哦 虽然敲的时候显示需要新童稿 但是天下武功 真的是为快不破啊 那你莫及个啥 直接敲了呀 你不敲我来敲了 呃不对劲啊 好像敲掉以后 掉落物是有的 但是我看着像破损的机台啊 啊 不会吧 这下子就搞笑了 所以说不能随便损坏公共物品啊 后面还真的需要重新找火山了 那你重新放出来看看 说不定放上又好了呢 大哥 你这次电视剧看太多了吗 要是放出来能好的话 我从此推出游戏圈 看好了 我现在把他们原味给重新放上 要是能变成跟原来的一样 我把这三个吃了都行 好吧 果然都是坏的了 没亮起来 也没有显示要放哪种生物了 好吧 下次这种蠢丝 还是不能随便做了 只能稍后找个新火山咯